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們又要去拍照了 開心的一天 那今天天氣雖然不是很好 但是我每一次要拍照的心情就會很好 這個就是攝影人的特性 有出門就有收穫 那今天跟大家報告 今天要去兩個地方 第一個地方 是我從小翹克把妹常常去的地方 叫做外木山 那外木山拍什麼呢 外木山那邊有很多紅色的小石頭 那在浪濤的衝擊之下非常的漂亮 除了有紅色小石頭之外 還有蜂巢也 外木山走完之後 我們要去走一條顯為人知的祕境 那叫做風靈石步道 那風靈石步道它長期受到 東北季風的一個清晰 所以說它的石頭的形狀 呈現三角形 非常非常的美 加上綠色的清單 是相當相當的漂亮 今天我們一定會有很好的收穫 還要帶大家去拍 拍一個什麼 拍一個基隆最漂亮的燈塔 對 那那個燈塔 是白色的燈塔 而且它的燈是綠色的 那在夜間拍攝的時候 它會呈現的那種神秘的那種冷暖色調 是相當美喔 分享給大家 走吧 好 sick 我們現在就出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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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出發 它叫豐富人食 不是豐富人食 食物區什麼叫食物 你們已經知道嗎 這樣補藝的地方 沒有錯 這裡有古老的補藝方法 利用藏隊找的 跟那個澎湖的雙金食物一樣 我來 這邊走 補藝來補藝 走 漂亮吧 無敵美景喔 太可愛了 耶 不是 我的誰要當笑謊喔 長腳拍 然後這個 那個新山的那個恐龍 跟它的那個風景石拍在一起 時間拖長 讓天空的雲神拖勻好不好 這個景點非常地漂亮喔 雖然天氣不只很好 但是你看一下 這樣子天空這種暴力 我們叫暴力 就是這種一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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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為什麼要拍兩秒 因為 如果說你今天時間拍太久的話 它的那個輸入太多 白色的浪太多 就會把那個石頭蓋掉 兩秒鐘到拍退 你退的時候 那石頭就會漏出來 黑色石頭就會漏出來 這就是今天拍攝的最重要的期待 拍壁塊門喔 拍壁塊門喔 這個石頭有一點濕潤感很漂亮 這個風鈴石三角形三角形很美喔 大明星你那塊怎麼做呢 漂亮 很漂亮喔 那張丁就漂亮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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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枯木配 配上那個遠方的這個景就很漂亮 要拍照之前 我們要先做一件事情就是 做什麼事情 對 沒錯 現在紅色石頭丟在那個 水裡面 對對對 那邊好像少一點點 對對對 不要掉那個四方形的啦 四方形要撿起來啦 對啦 很夠 那待會你們在拍慢速的時候 那一根紅色石頭就會一顆一顆 變得很漂亮了 現在要轉掉了 喔 漂亮啦 漂亮啦 有多有質感 你看 下面還有紅色的石頭 漂亮 欸 你們在拍的時候 讓你偏光鏡把水轉暗喔 現在要拍這樣子喔 一層一層的 後面是燈檔 拉近一點 拉近一點 三層兩層都要拍 好 圈射越暗 這個 你拍的那個 這個效果會越好 拍自拍模式喔 腳架 長焦鏡頭 你們的那個長焦鏡頭的 欸 防守正要打開 好 要用後門線 或是自拍模式拍 6點08分 準時開拍 你們這一些好色之圖 下雨了還要拍 好 沒問題 雨衣穿起來 雨傘打起來 這是一定要拍 要拍 一定要拍 這個祭秉我們要放棄喔 不放棄 不放棄 不放棄喔 讓那個燈塔有心忙 開始練舞 今天這個燈塔這個景喔 非常漂亮 因為它旁邊也有受到一些 路燈的光害 整個水的水面 呈現那個 軟熱掉的 那石頭是冷熱掉的 剛好一層一層一層 加上兩方的燈塔 成功 這邊 不錯 天氣不好 但是拍得非常好 最後一個景是哪個景 紅仔街 紅仔街 對 沒有錯 最後一個景就是 紅仔街來 我今天要推薦大家 來這個地方 吃的這個東西是 這一邊相當好吃的 這邊叫 鳳仔街 位於我們 在萬里的那個頂寮 萬里跟金山中間的這個頂寮 那這個鳳仔街 相當相當的好吃喔 喔 好漂亮 紅仔街 哇 有膩膩的 好吃嗎 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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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腳都沒啦 有 有 有 大家舉杯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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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這年頭 能夠出來吃飯 算是生死之交了喔 來 怕你生死 對對對生死 來 乾囉 喔 好了 吃飽了 吃得好滿足喔 吃飯回家 那把影片上傳 記得訂閱我的 那個YouTube頻道 還有加小鈴鐺 記得喔 同學 都會問我一件事 是說 老師啊 你都把 很多景點都分享給大家 這樣不太好吧 應該自己藏起來 其實 我的個性是這樣子喔 那個 要懂得分享才叫藝術 我覺得 學習藝術之人喔 不能夠小氣 對 因為我 第一我沒有參加比賽 再來 我也希望把很好的景點 分享給大家 讓大家對於攝影的熱衷 拍一些新的東西 學習一些新的手法 這是我的用意喔 所以說 藝術要懂得分享 不要當一個 孤獨的藝術家 這樣也不太好喔 那高處不勝寒 好像是我拍得最好 沒有人拍得比我好 還是說 這個地方就只有我知道 那風景是屬於大家的 所以不要小氣 分享給大家喔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還可以學習到一點 就是說 你如果常常開發新的景點 那這個新的景點 照成infofoam去拍照的時候 對你來講 你會有動力 你有動力再去開發 第二個新的景點 那攝影能不就是這樣子嗎 其實攝影能缺乏的 並不是攝影的景點 攝影能缺乏的是什麼 發現與創意 如果你懂得發現的話 其實你家的巷口樓下 你都可以拍得很好 如果你有創意的話 就算一個非常不起眼的景點 你都可以拍得很漂亮 攝影能要追求的不是景點 是發現與創意 懂得發現 懂得創意 你的攝影就會 其實跨了一大步 那今天 我們帶大家去這兩個地方 希望大家能夠拍得非常的開心 那把這樣子的一個影像 分享給大家 還要記得一定要訂閱我的youtube 因為我的youtube 常常會有一些新的地方 分享給大家 那跟別人分享 自己也是一個成長 有買雞的居首看一下 有買雞的居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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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你們這隻 你們這隻吃貨的 你看 唉唷 來 全部 全部 對對對